台北一名41岁谢姓男子从上月起四处行窃 利用半夜出没台北、新北等大台北地区 拉开一楼商家为上锁的旧式铁卷门 窃取现金一个半月来行窃8起 累计窃取超过30万元 日前约女网友喝咖啡 警方趁机上门将人带回派出所 济南路二段一家饮料店遭偷1万多元 员工累撒派出所报案 希望能找到小偷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 县南半夜拉开店家铁卷门 进入偷取现金 新切得手后立即换装 在其机车逃逸 警方寻见锁定长期泡在网咖的县南 发现其居无定锁 且长租日租套房 在依照交友状况发现 11日他要约女网友喝咖啡 看电影 中正义分局中东缩 警方当日行动 先至星巴克周边等待 发现谢南特地整理发型 换上扑楼 山新衣服约 紧确认谢汉女网友见面后 趁女网友如厕之际 进入咖啡店对着谢南 问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 谢前见状发现行机败露 回答我知道 只能抛下女网友 跟着警方回派出所 有妾道 炸七前科的谢贤公称 因缺钱花用才会在半夜出门 在大台北地区随机拉开一楼商家铁卷门 若发现没上锁就进入行窃 坦诚近期偷了八千商家 都以花光殆尽全案依照气道 最咸寒送法办 谢贤偷大台北地区商家超过三十万元 日前约见女网友遭警抓 记者肖亚军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